好,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MIG大叔 這間新開的原來早午餐店喔 它是開在台北市延吉街70巷五弄六號 有點不太好找 但是店面看起來是蠻大蠻寬敞的 好像他們賣的是好吃的丼飯 那我們就吃吃看 店面是走黑色系列 裡面還蠻大的 好,那這邊有他們的地址 跟電話有營業的時間 可以看一下 這是店內的用餐區 還有點餐區 看起來蠻寬敞的 大概應該可以坐 應該是50個人以上 小姐你好,我一位 那要代位嗎?還是自己找位置坐 好 好 那這是Menu的部分喔 看起來好像蠻多種的喔 但是看起來都還蠻便宜的喔 200多塊的價錢喔 好 這是第一頁的Menu 好 好 那這是第二頁喔 看起來蠻多種的喔 好 那這是第二頁的Menu喔 好 好 第三頁喔 真的蠻多種的喔 還有漢堡類 燉飯類喔 好 好 那這邊有寫喔 可以升級單人套餐加89 或豪華套餐喔 好 那這是第四頁的Menu喔 好 那就是義大利麵的部分喔 好 你有興趣就可以按讚零鍵看一下喔 好 第五頁就是 第五頁就是飲料類喔 好 那大概Menu大致是這樣喔 但是品項蠻多種的 好 那麥大叔決定喔 那我想要點就是這個 馬德里海鮮義大利麵 然後配上他們的這個單人套餐吃吃看喔 好 好 那就櫃台點餐喔 好 那麥大叔發現這邊有一個小叮鈴喔 嗯 先 結帳喔 然後餐具住室喔 然後自己拿 好 那 低銷是 100元喔 好 那 這些 可以看一下喔 有些注意事項 好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好 前面那個是點餐區喔 後面這個就是吃餐區喔 後面這個就是吃餐區喔 那 這家餐廳的吃餐區看起來很乾淨明亮喔 然後這邊有飄出真正的 呃 意大利麵香味跟燉飯香味喔 看起來蠻乾淨的喔 看起來蠻乾淨的喔 然後這個餐具在這邊就是要自己拿 好 那店內座位區蠻多的喔 大概可以坐 我應該有五十幾個人喔 好 那座位區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好 其實它這個餐桌看起來蠻漂亮喔 是用木頭做的 對 看起來是有一個很親切的舒服感喔 好 這個算是他們比較特別的地方 好 這個小卡片上有寫到這間店的創業理念喔 在每次陽光土落溫暖和溪的早晨中 享受所珍惜的人事物 把握身邊的一切 使自己每天都成為更好的人 讓緣分不再錯過任何遺憾 幸福就從此刻圍繞著 好更正 幸福就從此刻圍繞著 讓我們帶著這份感動和您分享 這就是我們創業的理念喔 呃 好 巴拉巴拉巴拉 那 重點就是 其實可以吃吃看喔 呃 這樣的熱情 在食物中會吃得到喔 那就看有沒有喔 好 那套餐的沙拉已經上了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喔 好 可以看到上面撒的是 這是 呃 稍微煎得稍微焦香的培根喔 然後 這應該是起司粉 然後 生菜喔 然後 這個 呃 好 黃椒 紅椒 其實生菜沙拉要好吃喔 就是要稍微用冰水冰蒸過喔 呃 好 那我們就吃吃看 看起來是很豐富的 但是拿在手上 好像沒有很冰的感覺喔 那就吃吃看 好 那沙拉就長這個樣子喔 然後是 呃 凱撒醬的 好 那吃吃看 我喜歡檸檸檸檸檸檬加多米 我喜歡檸檸檸檬 要嗎 嗯 好 那個下面一個大叔講過喔 那這個沙拉就是有用冰水冰蒸過 所以吃起來才會有那個脆度喔 但是冰一點會比較好喔 好 那調味的不錯喔 呃 凱撒醬跟起司醬 嗯 淡淡的鹹味喔 跟一點甜味 然後讓這個生菜沙拉的味道變得 呃更甘甜 然後爽脆度也不錯喔 好 算蠻豐富的啊 這個沙拉 分數他米爾大叔覺得是85 讓我感受還蠻舒服的 嗯 嗯 還有一些小番茄之類的喔 嗯 嗯嗯嗯 好吃喔 還不錯還不錯 加起司粉 讓這個味道變得 比較多層次感喔 因為沙拉如果只單靠醬來的話 稍微會單調一點 那加起司粉讓它味道變得很好吃喔 我蠻喜歡這樣的味道 嗯 嗯 好吃好吃 然後 培根沉在底下喔 適時的滲透出它這個沙拉的香味 嗯 好吃好吃 好 紫色這個蜜歌大叔剛剛搞清楚了齁 那是那種 嗯 紫色的洋蔥絲喔 嗯 它味道還蠻香的齁 噢 不會很嗆辣 然後一點點 一點點嗆味 然後洋蔥味蠻重的 還蠻好吃的 這個沙拉部分讓麥克大叔蠻驚豔的喔 還蠻好吃的 好 那個就是沙拉介紹 好 那套餐綠茶就送上來了 它就長這個樣子 用玻璃罐裝的 這個應該是他們的店名啦 那就喝喝看喔 要用一點力才插它進去喔 好 麥克大叔應該沒有喝錯喔 喝起來像是墨香綠茶喔 好 如果以10分來講的話 就是墨香綠茶的味道3分 然後甜味大概是2分 然後5分是水喔 好 那麥克大叔會覺得說這個是個解殼的飲料 簡單講就是它這個 淡淡的墨香綠茶喔 蠻清淡的 就解殼啦 那分數的話就可能就60 因為比較普通 就長這樣 好 蠻清淡的 總是有香有肉 飲料就可能 比較普通一點這樣 好 罐子倒是蠻特別的喔 建議的話可以讓茶的味道再濃一點喔 稍微淡了一點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這個就是 那個大叔想不起來那個名字喔 馬德利海鮮義大利麵嗎 這樣看起來是還蠻漂亮的喔 那 仙蝦兩隻 然後孔雀蛤 蛤蜊 蛤蜊 然後花枝圈 那 小番茄喔 好 這個草就香料吧 就長這樣 看起來蠻精緻的啦 好 好 那就長這個樣子喔 很標準的就是 把那個料就是尖尖的放著 這個就是稀釋的 稀釋的做法 好 那現在我們就吃吃看喔 好 那 就把它拆開了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可以看到喔 很燙喔 哇靠 怎麼蒸氣冒成這樣子 好 就 麵就長這樣 那就吃吃看 可以看到還有高棧塔喔 嗯 好 麵條是蠻好吃的喔 它是醬料喔 醬料在下面喔 可能再多半幾下 好 再吃一吃看看喔 好 再吃一吃看看喔 它醬料就長這個樣子喔 嗯 麵條大叔猜測有一點是 用番茄去熬煮的 應該算紅醬 簡單講就是紅醬喔 然後去熬煮的湯汁 濃縮之後 然後再跟一大麵炒在一起喔 這一大麵裡面應該有放起司喔 所以味道會蠻濃郁的喔 層質感蠻重的這樣 好吃 算蠻好吃的喔 好吃 算蠻好吃的喔 這邊要海鮮的配道蠻豐富的喔 花枝蠻新鮮的喔 好 這個孔雀殼 好 大隻的蝦子喔 蠻大隻的 它這個醬料附著在上面雖然量不多啦 但是吃起來還蠻好吃的喔 就是還能夠襯托出食材的味道 還不錯 嗯 好 蝦子也新鮮好吃喔 嗯 醬汁味道也蠻香的喔 好 孕格大叔給他的分數是 93 還蠻喜歡的 好 馬得利 海鮮義大利麵喔 它上面有說有一分辣度 但是好像感覺起來不辣 麵煮起來蠻厲害的喔 麵煮起來蠻厲害的喔 蠻有Q度的 好 好吃的義大利麵喔 不錯啊 好 最後是 蛤蜊喔 吃吃看 看起來還算蠻大顆的喔 嗯 看起來還算蠻大顆的喔 嗯 嗯 那蛤蜊還蠻好吃的 嗯 那蛤蜊還蠻好吃的 嗯 喔 蠻甜的喔 嗯 嗯 這個蛤蜊很好吃 蛤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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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嘞 等一下 喔 小小一顆 蠻新甜的喔 麵煮大叔 會推薦這邊的白酒蛤蜊麵喔 因為這個 這個蛤蜊吃起來很甜很好吃喔 嗯 應該是這個所有的海鮮裡面 最好最好吃的一個 嗯 真的很新鮮又很又很甜喔 好 那 蝦蜊大叔可能會點 白酒蛤蜊麵來吃吃看喔 然後蛤蜊很讚 好 麵也好吃 好 那這個就是 馬德里海鮮麵的介紹 就這樣 好 現在變得有點醜了喔 剛剛忘了講它的分量 大概差不多 呃 一個碗公 一個碗公的大腳 所以男生吃得飽喔 麵的分量還蠻多的 OK 好 那這是這個套餐餐點的最後一道了齁 嗯 好像叫什麼 盆栽乳酪吧 什麼的 好 那就長得很有趣的樣子 那它模仿上面是泥土喔 然後上面這個是薄荷葉 那下面就是乳酪吧 那下面就是乳酪吧 好 另外一個粉絲菜小姐喔 你也喜歡吃甜點 那你就看一下喔 好 這個是 呃 台北是現在很流行的甜點喔 反正就是什麼盆栽就對了 盆栽甜點喔 對 奶酪沒錯 上面這個應該是巧克力吧 吃吃看 吃吃看 喔 原來是 歐油餅乾喔 這就長這個樣子 啊 可以看是不是 果凍喔 好 可以看這個果凍喔 欸 不是果凍阿 奶酪 倒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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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io 都抖成這樣喔 好 甜度的話大概是 四分到五分啦 痾 呃 不會很甜 然後 口感也還不錯 好,分數的話 麥克大叔給他85 外型好看,然後吃起來也不錯,蠻討喜的 好,那這個就是這個 盆栽甜點 最後一道 還OK 大小的話就是 小小杯的分量 好 就長這個樣子 好,那最後 這個就是這間店的名片 黑色系列 烙英文的 反正重點就是 他叫原來 原來早午餐 在這個 嚴吉街小小的巷子裡 這邊停車,摩托車方便 但是叫車就不方便 好 好 嚴吉街七十項五弄六號 有電話 跟營業時間 好,那各位有來 就住貴用餐一塊 基本上這個餐廳算是高級餐廳 應該吃起來會覺得蠻愉快的 好,那就請你們自己來親自品嘗看看 好,掰掰 掰掰